解查人員大動作仔細勘查 這家位在桃園台鎮食品工廠 生產的吐司疑似遭到交叉污染 當場被勒令暫時停業 問題就在看看生產區面談 距離水泥濕工污染作業區不到一公尺 完全沒有區隔開來 天花板也破損 上方不僅漏水燈管還有蜘蛛網 它是一家烘焙製造業 那因為有交叉污染之餘 沒有做一個有效的一個區隔 所以我們依據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第41條的規定 熱令業者停業 這家烘焙製造 專門販售吐司 熱狗堡等產品 日銷2000條吐司 需要多銷往北部的連鎖賣場 不僅作業區不整潔 包含食品添加物 未落實專人 專策專櫃三專管理 加上員工未體檢桃園市衛生局 四號碗間將工廠庫存 白吐司 賣箱 貨片切片吐司 以及熱狗堡 漢堡等全部封存 衛生環境的部分 除了在製程環境要定期的 做一個病煤的一個防治消毒之外 然後對於原物料的部分 針對它的供應商 也要去做一個平和 清楚它的原物料的一個來源 烘焙場一邊製作吐司和麵包 不到一公尺外卻進行水泥施工 就怕麵包被無端加料 儘管業者已經停售販賣 但嚮往賣場的吐司 恐怕早已被民眾吃下肚 記者林仲正桃園報導 後面也找到 今天這見て 可聽演ベplo 下落oto 下落oto 然後下落و